郭富城熊黛玲的婚事传不完 之前香港媒体还传出 熊黛玲的妈妈狮子大开口 跟郭富城要80万港币 相当于320万台币的聘金 郭富城在香港出席珠宝活动时 听到这个问题立刻装傻 听说郭富城你最近见了帐篷 是吗 听说最近见了帐篷 不好意思啊 我们今天不回答你这问题 见了 见了 为了避免外界对他产生败金印象 被问到郭富城有没有送他转戒时 他聪明回避 我自己大部分的精品 都是自己买的 钻戒没有收贵 我觉得钻戒的话 一个女孩子一生拥有一颗 就已经很足够了 如果你要送那个东西 要给记忆最爱的人的话 可能也会选择更选 那么这会有克拉的呢 一百克拉吧 如果是一百克拉钻戒 当然一颗就够 一电视江一清留意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许他